从人人耻笑的哈士奇到如今的西部投狼 森林郎的重建之路经历了多少坎坷 03-04赛季狼王加内特凭借全面的表现 成为森林郎队史第一个MVP 带队豪取58胜一路打进了分区决赛 在外线核心卡塞尔受伤的情况下 顽强地从胡人身上要下两场胜利 距离冲出西部进一步之遥 却没想到这一步竟是走了20年的咫尺天涯 04-05赛季过后 狂人斯普雷维尔因为没有千万年薪 不能养家糊口原地退役 狼队内部也涌现各种问题 导致04年刚刚摸到西绝地板 紧接着就是连续三年无缘季后赛 糟糕的战绩也带来三个顺位不错的选秀犬 相当于一次小重建 那么选秀成果如何呢 05年14顺位选中北卡斯杰之一的麦肯茨 一个膝盖受过大伤 金秀和土道七就失业的选手 06年第6顺位选中黄曼巴罗伊 然后转手交易到开拓者 换了第七顺位的兰迪福耶 福耶充其量是合格的轮换球员 而巅峰罗伊是西部仅次于科比的第二分位 我们本可以看到一个迷你版KG组合 这种可能却被森雷狼自己亲手扼杀 07年第七顺位选中布鲁尔 连长虽然有过单场51分的神迹 但作为侧翼球员 胜牙三分命中率只有28% 除了快下几乎没有稳定得分手段 同年参加选秀的孙岳这样评价他 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叫什么Corey Brewer的那个 他是第六还是第几 连长 第七吧好像 然后 UF 然后我们两个在打这个一打一的时候 真的是我就没觉得他比我强点 但是就是可能因为他之前的一个连贯性的表现 或者怎么样 连续三年无缘季后赛 选秀也不尽人意 看不到希望的加里特提出交易申请 在07年休赛期被送到凯尔特人 32岁的狼王从绿军衣换妻 去掉两个纯天头 两个差不多刮出谢谢的新秀 真正有价值的筹码就是艾尔杰弗森和两个手轮签 这些筹码有没有物尽其用呢 别着急 咱们一咕噜一咕噜往下捋 2008年 送走狼王的第一年 森林狼正式进入重建 他们和灰熊当赛季都只取得22胜 但运气站在了森林狼这边 一样的胜率 灰熊只抽到5号钱 狼队却高中炭花 选秀当天 森林狼用炭花钱换来了灰熊的5号钱加迈克米勒 那年的炭花秀是OJ梅奥 5号秀是凯文乐福 比起高开低走的梅奥 爱神在狼队稳定发育 三进全明星 两进最佳阵容 三分球精准 自带篮板吸尘器 经常能刷出双20的数据 摘板后的四分位长船推反击更是一决 是重建路上一块重要基石 灰熊大礼包不止一个乐福 这笔交易中带回的迈克米勒 之后又被森林狼交易到七财 换了一个09年手轮签 结果09年阿里纳斯因持枪门被禁赛 七财只取得19胜 送给森林狼的选秀权疯狂升值 变成了5号钱 加上加内特交易中带回的选秀权 09年选秀大会 森林狼总共4个手轮签在手 缺少空位的他们 先用5号签选中年少成名的卢比奥 但卢比奥当时跟尤文图斯有合同在身 买断费谈不拢 两年后才来NBA报道 从19岁拖到21岁 错过了重要的掌球期 西班牙金童在NBA失去了欧洲赛场上的灵气 始终没达到人们所期待的高度 大概是料到卢比奥会迟到 森林狼用6号签又选了一名空位 乔尼弗林 这个183的小后卫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这是弗林在国王队视讯时的画面 大家自行观摩吧 跟他一起视讯的 还有后来在第七顺位被选中的库里 手握5、6号签的森林狼 就这样错过了一位改写历史的超级巨星 除了两个高顺位签 森林狼还用18号签选中劳森 用28号签选中爱灵顿 劳森随后被交易到绝金 换了未来的选秀权 一把好牌就这样被森林狼打个稀烂 2010年科特兰比斯成为森林狼队主教练 没错就是之前把胡人搞得天翻地覆的那个兰比斯 兰比斯执教两年 森林狼分别取得15胜17胜 百烂功力不输赛拉斯 糟糕的战绩带来了一个4号签一个榜眼签 森林狼用10年的4号签选中哈登专属背景版 韦斯利约翰逊 用11年的榜眼签选中德里克威廉姆斯 作为欧文身后的第二人 打法不三不四 在大学还能用身体欺负同龄人 到了职业赛场上 打内线缺对抗 打外线缺技术 看似全能 实则全不能 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找到合适的定位 25岁就开始流浪 27岁彻底失业 被NBA淘汰后 德里克威廉姆斯还短暂签约过天津队 表现也是起伏不定 在CBA都难当大任 是21世纪著名的水货榜眼 森雷狼辛苦摆烂两年 拿到高顺位签 就这么打了水漂 10年森雷狼还送走了 第一位技工大师艾尔杰弗森 用他从爵士换来两个手轮签 还没捂热乎 这俩手轮就在 田瓜去纽约的三方交易中送了出去 拿回埃迪库里和安东尼兰多夫 胖库里在交易完成后就被裁掉 三年级的小兰多夫 也只是把谢谢会雇的 后两个字刮完而已 到这里 狼王留下的重建资产 彻底被挥霍一空 2011年 火箭队主教练阿德尔曼跳槽森雷狼 前森雷狼高管麦克海尔 接过了火箭队的教编 无巧不成书 11年选秀业 两队完成了一笔交易 森雷狼送出20号签和乔尼弗林 从火箭换来23号签 一个未来的手轮签 和阿德尔曼的爱图布拉德米勒 火箭用森雷狼的20号签 选中了莫泰尤纳斯 这笔交易只是前戏 随后森雷狼便进入了搬运工的角色 他们把火箭的23号签送去公牛 换来28号签和部分现金 公牛用23号签选了米罗蒂奇 从公牛得到的28号签 转手又送给了热火 换来31号签和一个未来的二轮签 热火用28号签选了诺里斯科2 这个31号签森雷狼也没留下 而是卖给蓝网换了现金 蓝网用31号签选中了博洋 整体算下来从火箭换来的23号签最终变成了现金 布拉德米勒也只为森雷狼打了15场球就受伤退役 至于那个未来的首轮签 最终兑现为13年26顺位的罗伯森 但森雷狼没有忘记搬运工的职能 在后续交易中罗伯森被送到雷霆 森雷狼得到一个二轮签和部分现金 为了点赢头小利失去了一把封线大索 13年除了26号签 森雷狼还用9号签选中特雷伯克 然后继续搬运 从爵士换来14顺位的穆罕默德和21顺位的迪昂 这三名球员没有档次差距 特雷伯克是乐透水货 穆罕默德是CBA大神 迪昂算是合格的替补中锋 但在签完大合同之后逐渐躺平 沦为高价饮水机 尽管选秀和交易做得一塌糊涂 但这个时期的森雷狼已经厌倦百烂 为了赢球 森雷狼先是挖走了小牛的夺冠功臣巴里亚 又将阿德尔曼的旧部下巴丁格凯文马丁招致麾下 有了老将的持援 森雷狼在13-14赛季拿下40胜 排名西部第10 差9个胜场打进季后赛 就在人们以为森雷狼会继续补强 争取更进一步时 一个男人的回家改变了天下大势 14年骑士队在欧盟的带领下 连续两年争到状元 随着詹姆斯coming home 这个状元也被摆上货架 14乐福场均26分12篮板 三分命中率37.6% 入选了全明星和最佳二阵 并在伦敦奥运会跟詹姆斯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各方面都符合第三巨头的要求 于是森林郎顺势而为 用他换来了14年的状元维金斯 这年森林郎的选秀眼光也在线 用自己的13号钱选中了扎克拉文 之后辞退阿德尔曼 反聘老桑德斯 围绕年轻人继续重建 14-15赛季 嘴哥没怎么出汗就拿到了最佳新秀 初出茅庐的拉文也用逆天表现 捧起了第一座扣兰大赛冠军 更值得高兴的是 森林郎在一众百烂大军里胜出 抽到状元钱 得到了唐斯 拥有了羡煞旁人的天赋组合 在老桑德斯的努力下 加内特也重返明尼苏达 以老代新 两代狼王心火相传 看起来就像童话般美好 然而现实中又哪来那么多童话 加内特肯落叶归根 陪森林郎重建 除了恩师的面子果实 还因为老桑德斯承诺给他一部分球队股权 结果一年后桑德斯因病去世 森林郎老板来了个不认账 加内特因此跟森林郎翻脸 作为对史最佳 甚至拒绝了在森林郎退役求一的邀请 属于狼王的21号 至今都没在标靶中心升起 取而代之的是 TD北岸花园上空的绿色5号 新一轮的重建 就在这极具讽刺的闹剧中拉开序幕 失去老狼引路 右狼独自踏入迷雾森林 前方等待着的又是怎样的道路 下期视频咱们接着聊